這週內容就比較稍微理論一點 那我一開始覺得好一點無聊 後來看一看 覺得確實也也算重要 就是後面都後面講的 基本上也應該算是就是偏範 很分析的東西 就是說就是在講這個 Graph Neural Network 它的有效性這樣 那 就是這前面就是一些基本概念回顧啊 就是這邊就講快點 就是我們的這個Graph Neural Network 或者那個就是 Graph Neural Network 核心的他的做法就是我們去使用這個鄰居的 使用這個這個Node他的鄰居 然後對他的這個information去做aggregation以後 然後 來作為這個 我們的這個Node的Embedding 然後我們可以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Graph的這個Node Network 也跌到多層來去這個取得比較大範圍的這個就是 呃這個 information的aggregation 然後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就是GN的架構被提出嗎 那前幾週有提就大概提過 主要就graph convolution graph attention 還有這個graph stage 然後 然後 就是 但是我們現在想知道就是說 我們這些這個Graph Neural Network的這個架構 他的表示力如何 也就是說我們想知道的是 他可不可以去區分說 不同的這個Graph的結構 然後再來就是說後面就要講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去設計一個最大化這個 Graph的Graph Neural Network的表示能力的這個model 然後Graph Convolution 他就是用他 簡單講他就是做用命波零的方式嗎 就是說就是我們把這個 把上一次承諾的這個的這個 information做一次 linear全那個MLP的這個 transform之後 然後然後加動起來做平均 然後再來是graph stage 那他這裡算是我們前面就是graph stage 有稍微提過幾種方法 那這裡就是把這個max波零當作這個例子 那就是我們取這個呃 就是 就是 每個這個Element的這個最大指作為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inform就是information 然後再來就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用這個 這個顏色來表示我們這個node他的feature 就是一步我們的一開始就是在我們一開始輸入這個graph new network的這個每個node的feature 那我們用顏色表示說他們一不一樣 然後所以我們這裡假設了一個這個長這樣的graph 然後 但是他一開始的這個nodefeature全部都長得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 就是 我們的這個GNN可以那個 就是 在這個區分這個不同的這個graph結構上面可以做的說做到多好 那我們這主要就關注這個局部的這個結構嗎 像是這個node1和node5 那他他的這個就是 就是他他這個周圍的這個neighbor的這個架構不太一樣 就是我像是以node1來說他的他是有兩個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呃 低層的這個neighborneighborhood的這個degree是2嗎 就兩個鄰居 然後再到第二層的時候 呃這個2有兩個鄰居 然後5的話是三個鄰居嗎 所以是那個2然後2和3 然後 然後再我想這個5的話就是 呃5的話第一層就不一樣了 就是他他有三個鄰居 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就他這個就是局部結構就已經長不一樣了 然後1和4的話ok 然後1和4是這個一開始都是兩個鄰居嗎 但是到第二層的時候 ok3的話這一個只有一個零三只有一個鄰居嗎 然後5的話三個鄰居 那1的話第二層的話兩個鄰居 還有這個三個零三個鄰居嗎 所以他們這個 就是 就是他們有不同他們的這個鄰居的這個 這個local structure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看就是說1和2 那1和2他們的這個局部結構是一樣的嗎 可以來看一下就是說1和2就是 他自己的degree是2嗎 然後再來到第二層的時候 2的degree還是2 然後5的話degree是3嗎 然後在2的話他自己degree是2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到第二層為止 這個局部結構是這個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GNN 的這個 node embedding可以變出這個區分出這個不同的 node 的這個局部的鄰居結構嗎 然後再來就是 GN 是怎麼去這個捕捉這個那個就是 graph 的這個局部的這個鄰居的結構嗎 那這個核心答案我們前幾週就討論過就是這個computation graph的這個 他透過這個 這個一層一層的這個建立起來的這個computation graph去 來去捕捉這個graph他的這個局部結構嗎 那我看一下這感覺是沒什麼好講啊 前幾週有點就是有點討論到爛了 那再來就是延續剛剛這個graph 的問題嗎 那重點來就是說 node 1和node 2 他有他的computation graph是這個完全一樣嗎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因為我們已經假設我們一開始input的這個node feature 全部都長的一樣了 啊所以說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理論上在這個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就是做這個transform的這個function都長的都是一致的嗎 然後我們這裡又是使那個就是我們前面就是假設我們這裡用GCN的話那就 那整個建立起來的這個就是node就是node embedding就是1和2的這個embedding會長得完全一樣嗎 因為他的這個computation graph是完全一樣的 那就是就就就就就算我們這個就是一開始給他的這個node ID不一樣 但是這個呃就是 就是但我們GCN只看只管這個node feature嘛 就是只看他只看到這個node feature而管不到這個ID 那 就 呃怎麼講就是那這總之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就是我們這個computation graph的這個捕捉的這個這個他兩層的這個local的這個結構是長就是因為一樣嗎 所以總之我們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這個node feature全部都一樣 所以他的這個就是1和2得到node embedding就會長得一樣嗎 就是剛這邊就剛講過就是feature一樣然後computation graph又一樣 所以說這個在這個就是在這個狀況下GN是沒辦法區分這個node node1和node2的對 因為對他來說就是就是當你no feature一樣嘛 然後就是computation graph一樣 所以就對他來說對GN來說他看起來就是同一個點 那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就當然就會希望這個就是不同的這個局部的結構會那個定義到定義出不同的這個computation graph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就是這個這個部分我有點不太會解釋 那反正就是我們這個去建立一個像是這個就是就是我們computation graph建立起來就是有點像tree的這個解就是有點像tree的一個結構嗎 就是從那個從那個從這個應該說就是我們的target 因為他是他的這個就是我們是從target開始往回到回去看那個就是我們把這個目標的這個node作為這個root嘛 然後往這個往回去推他的這個就是這個呃怎麼講是算subtree嗎 就是對然後就總之我們就是從這個node開始往往回推嘛 然後得到這一個像tree的這樣的這個結構 然後就是就是這基本上就代表我們computation 就是這個tree結構就差不多就等於我們的這個就是相當於我們的computation graph嘛 所以說就是就是我們GN的這個node embedding實際上就捕捉這個tree的tree的這個樣樣子嘛就架構 ok那這也是前面講就是不同的tree 當然我們我們當然不希望不同的tree就會有不同的embedding吧 這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本來就希望就是不同的這個局部那個graph 不不同就是graph 他有著不同結構的話那他的應該說他的node的這個局部結構不一樣的話我們本來就預期他是這個希望他的這個得到的這個node embedding output不一樣了 然後再就是這一季就要講一下就是這個injective function的概念就injective function他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domainx任何就是任何就是任何就是domainx任何一個這個實例就就是說呃就是他那個不同的這個在domainx不不不domainx裡面不同的這個元素 就不同element他經過這個function的這個變化以後他到ydomain的這個映射一定是也是就是唯一的就是說呃 我們的我們的這個就是就是假設我們這裡1和2好1和2我們不可能就是就是假設你這個f這個function是injective的話我們11和2就不可能會在在經過這個function映射之後不可能映射到在呃他不可能映射到ydomain的這個同的同一個element是不可能映射到ydomain的這個同一個element上面就是說 假設你這個1和2你就就是你這個1和2你就就是你的function是injective的話你1和2你就不可能映射到例如說都都映射到d上面這就就假設f是injective這就不會發生就你必須 每個獨立的這個在xdomain的這個domainx獨立的element一定會映射到這個 domainy的這個獨立的element上面 那對嘛說就是f因為我們假設我們輸那個in就是我們這個輸給functionf的這個element不一樣就在domainx的這個element不一樣的話那代表說我們想要就是透過 functionf映射的這個資訊映射到domainy的資訊就不一樣了那所以說就是所以就是說因為我們希望就是保留這個就是我們希望盡可能保留這個domainx的資訊的話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說就是在domainx的這個input不一樣的話那當然就到y的 這個insert到domainx的這個結果就一定不一樣了才才能說就是這樣子才代表說我們盡可能保留這個全部的這個information 然後再來是這個就是 就是就是那個接續剛剛的概念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這個最有這個表示表示表示力的這個gm架構是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就是 只要這個 只要這個 呃 他的看這個computation graph 因為他這裡他這裡用sertry 我這裡就直接改成改叫這個computation graph 這個我們我們希望就是任何不同的computation graph 他的這個得到的這個 他mapping到embedding space的時候他的這個embedding都不一樣了 就是也就是我們保留這個我們盡可能保留這個computation graph的這個 架構的資訊 然後 ok 大家就说这两个这个 computation就这两个这个 这两个那个tree 这两个这个tree不一样 就是他架构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虽然他在这个这一层的时候 开始这个他的都是两个这个neighbor 那再往下一层的时候 他就是两二和三个neighbor 还有一个和三个neighbor 所以他们这两个是就是 就是他们是不一样的 然后 假设我们这个每每这个GN的这个每一步的这个 egregation都可以保尽量保留这个邻居的这个资讯的话 就是我们就可以这个去见产生这个no embedding 是可以辨认出不同的这个就是不同的sertree架架 就刚刚这个 就是就刚刚这个 这两个不同的sertree吗 就是到到这一层的时候还就是是一样 但到到再到下面一层的时候 他这个邻居的这个 他这个sertree的这个 这应该是称为leaf吗 就是他的leaf有二和三个 然后他这里是一和三个 所以就这个我们就是 嗯就是 怎么讲就就他的这个 反正他的架构不一样 所以是资讯也就得到资讯就不一样 那换句话说 最有表示的也这个gm是必须是这个 就是他必须对于这个neighborhood的这个 aggregation是这个 injective的方选吗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接受了我们这个aggregation 方选在接受不同的这个呃 我们这个不得呃就是 就是 就我们aggregation方选在接受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就neighbor的这个不同 怎么讲就不不同的这个input不同 呃就 不同的这个sertree的这个input的时候 就是他我们就那个他必须是injective方选 就是刚刚讲就是他这边是两个二两个和三个嘛 然后这也是一和三那当然就是说 他们 这两个sertree得到的这个output这个 noembedding的output必须是不一样的嘛 就是他必须injective 就才才会是就是 就是 才会才会才是符合我们猜这个有有表示力的这个gm的这个那个目标 那就是那再反过来说就是那个我们只要我们这个只只要只要这个我们的这个每一步的这个neighborneighborhood的这个 aggregation 方选他是injective 那我们就能我们的gm就有能力去 这个区分出任何不同的这个sertree的这个架构吗 那再就是说我们要去如何设计出一个这个就是有表示力的这个graph neural network 然后我再就嗯 就是我们neighborhood的这个aggregation可以被想成是一个这个 方选去在在这个multi set上面的这个方选就是 multi set只是说就是 一个sert里面就是正常的sert是同一个元素只能出现一次嘛 但是我们multi set就是同一个元素可以在这个sert里面出现过多次 就这两个这个那个黄色点他这就是可以重复出现了 哦 然后再就是我们去这个去来看就是我们前面提过几个这个graph neural network 架构他的这个 aggregation 方选他的这个 表示表示力啊那就是GCN是用mintpolling然后graph stage这边用mintpolling 然后这个 但我们就是到这边mintpolling可以发就是 用这两个简单例子就可以发现说那个graph convolution graphconvolution他是没有到就是他是他并不是一个injective的这个方选吗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这个 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case就是说就是那个当你用这个 一个橘一个黄色一个蓝色 embedding跟两个黄色两个蓝色的embedding 你们做这个mintpolling的时候 他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 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两个就是理论上我们这两个接受到的资讯是不一样的嘛 就是因为他他就是就是他就是他这边接受的资讯多了这边一倍嘛 但是跟我们这个graphconvolution的这个mintpolling做下去之后他的这个结得到的这个 aggregation的information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他并不符合我们前面的这个期望就他是个injective的这个方选 对这后面就是举例就是我们拿用onehard的这个 这个呃这个vector来来去来去做一个范例就是就是一零和零一 然后就是把这个做把这用这个用这个vector去去拿拿这个这两个例子做这个mintpolling就可以得就是得得到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就是aggregation的这个vector就是是长的一样嘛所以总之就是graphconvolution并不符合我们前面的这个injective的这个 function的这个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总是就是以这两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失败了就是他没办法区分出这这两种不同的这个input嘛 然后再来graphstage graphstage graphstage的话 这个 也也是不行 然后他甚至这个比这个graphconvolution就是 更惨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种看起来这三种你得到的结果都会一样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 因为你们是做我们是做maxpolling嘛 那总之这三个就是我们要一样用刚刚这个这个one hat hotfactor去做例子 那结果你会发现说 呃 这个 这个就是用mlp假设这个就是做mlp之后是one hat factor 然后做maxpolling 然后又发现这个这些就是这三种那个 这三种input的这个 做maxpolling的这个结果都得到这个e的这个 这个output吧 那所以说 一样就是这个这个这个graphstage也是失败就是在这个我们想要设计出这个injective的这个function来做这个graphgraphneural network 那这个这个graphstage一样是就是实际上是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们目前是分析了这个graphstage跟graph 跟这个graphconvolution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方他们的这个aggregation function的这个能力嘛 那结果就是他们都并不是一个injective function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就是达到我们最大化这个就是gm的这个表示能力的这个目标 那所以就在就是我们想要去设计一个有这个最大的这个表示能力的graphgraph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改成去设计一个这个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改成去设计一个这个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改成去设计一个这个neural network 这样可以去这个model这个injectivemulti set function 那再就是我们这个injectivemulti set function可以用这个方式表示就是我们先对这个前一层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multi set里面的所有元素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方式的这个的一个mapping的方式 那这里是这个nonlinear function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mapping完之后把他们全部输出全部加起来 然后再做一个nonlinear function这样子那就会那就是用比较这个符号化表示就可以看到这样 假设我们有三个这个一个一个黄点两个蓝点输出 那我们先对这个黄点还有蓝点然后做这个f做这个mapping 然后把它加总输出加总以后再做用这个find 再做一个一次这个mapping这样子 然后 直觉的证明 可是 那假设就是 就是我们这里可以想象就是跟刚graph stage 也一样长情 就是在我们这个f的mapping 结束之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one hot vector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10100101这样的加总 然后我们把它加总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个12 那 刚刚的graph stage 得到结果是11吗 ok 然后而且其他的这个其他不同的这个状况也说是 所以说他这个 那你可以就是可以可以想一下就是就是说假设我们只有黄点和蓝点这两种的时候你不同的这个你任何不同的这个input都会得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你黄点和蓝点数量不同的时候都会你得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你黄点和蓝点数量不同的时候都会你得到这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相加的这个相加的这个output都会不一样吗 这个应该是就是可以很好想象 哦 然后 然后这里好像是在就是这里是比较一个古老的就关于deep learning 的这个theorem 古老这个deep learning 的这个theorem 就是 我们这里用我们去怎么去建立这个f 还有这个fy 函就是怎么建立这个f 还有翻函数 那我们这里用这个mlp就mlp的架构 那这有个这有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y 就是说假设我们是就算我们只使用一层的这个 呃 一层的就是我们的mlp 只有一层的这个hidden layer 的话 就是只要我们这个hidden layer 他的这个神经元的数量够大也就是说他这个hidden这个这个这个 Dimensionality 够大的话而且有一个适合的这个能力 Linear function 像是说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value 吗 或是这个可能sigma sigma 现在应该比较少用了 就是拿拿来当中间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最常用还是value 然后呃就是我们就可以近视任何的连续函数 就是 到任正义的这个正这个准确率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只要去就是我们就算只有一层mlp 这个只有一层hidden layer mlp 我们只要把这个hidden layer 的字的足够大 然后就是 然后再加上一个合适的这个 能Linear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就是我们 function 是 那个有足够的正确力这样子 再来 再来 那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这个 这个f还有fine 我们就先改成这样表示就是我们用两个mlp function 来代表这个f和fine 然后他是说这里的这个比较 这个mlp常见的这个hidden dimension 选通常大概到一百一百到五百之间是已经足够了 那我们这个刚刚这个就是这个架构我们称为这个graph isomorphism network 简称GIN 就是我们先用那个一层mlp去把前这个每个这个邻居节点的这个呃 embedding 去做做一次 mapping 之后 然后全部把这些 mapping 全部加总以后 再然后再做一次这个mlp 这就是这个GIN 的这个架构 那 那 GIN 的这个neighbor aggregation function 是injective 的 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失败这个例子 所以他是会他是现在这个 最有表示里的这个GIN 在这个就是所有这个用于这个讯息传递的graph 就是在讯息传递的这一类的这个graph neural network 里面 他是最有这个表示力的一个架构 然后这里是这个 就是 去去这个就是表示解释说我们这个GIN 的架构跟这个前就是 然后第二周讲过我们这个WL graph kernel 的一些这个就是关联性吗 大家说这里实际上GIN 就是一个new network 版本的这个WL graph kernel 然后这里来复习一下就说就是这个WL kernel 的这个方法 那个 就是我们给每个点先指定一个这个颜色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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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用迭代方式去重新这个 refine 这个 每个节点颜色 然后他这里是透过这个 我有点忘记这边是在干嘛 但是总之就是说他把这个节点这个他一样是把这个neighborhood 的这个颜色做一种 aggregation 以后 然后 透过hash function 然后来得到这个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就是下 就是下一 呃下一轮的这个 这个 node 的这个颜色 那他最重点就是说我们的hash 可以把不同的这个input 的去映射到这个不同的这个颜色 然后 然后 这个WL kernel 这个在经过这个就是k step 的这个color refinement 以后 我们实际上就是可以总结这个k hub neighborhood 的这个 graph 的这个graph structure 就每个节点的这个k hub 的neighborhood 的这个 structure 然后 所以大概就是他先指定这个颜色 然后egregator 然后给完之后再用这个hash function 去把这个把这个egregator的这个的这个结果 再重新mapping 到一个新的这个颜色上面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会这个就是就是我们这个refine refine这个 color的这个步骤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直持续到这个每个这个node 就是 这个node 的颜色差不多去趋于稳定为止 那 ok 那这就是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这个 WL kernel 是这样是用这样表示 然后再来就是说 然后再来就是说呃 specialy model ok 那这个就是 在这个呃 就是在在我们的WL kernel 里面这个扮演injective function 的这个角色是这个就是这个hash function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把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input全部都是mapping到一个这个output就是把不同input mapping到不同output上面吗 所以我们是对这个呃 总之就是我们我们这边这个对这个这个neighbor做这个的这个对neighbor的这个资讯做给选之后 然后用这个hash function 去来做这个injective的作为这个injective function 去mapping 然后 呃 就是那这这个 那他这里的就是这个aggregation 的这个那个什么这个 就是 就是 WL kernel他的这个aggregation aggregation 的 information 是就是 包含就是他的这个自己就 node 本身 然后再加他的这个这个neighbor 然后 这个 你们可以把这个 用我们把它用ml 改成用mlp的方式做modeling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就是我们有这个ml 这个用这个mlp对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节点做这个他的邻居都做一次这个呃 就是这个mapping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一次mapping 然后乘上这个自己乘上这个ezy epstone 然后是说这个自己epstone 是这个这个lernable的这个scaler 然后把这些这个information加总之后 然后换面这个mlp find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hash function 就是 那个 就是 这个w kernel的这个hash function 的这个角色 就是把不同的这个input 去mapping到不同的output 那假设我们input feature是 可能是 所以大家说就是总之我们这个sumation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呃 呃 好像我们前面的书输出如果是这个就是万用one heart表示的话 那直接的相加是保证保证injective 就是直接的这个相加一定一定是injective 因为你这个one heart的的这个就是在相加之前就是呃 呃 对于相加这个动作来说就是不同的这个one heart的这个factor的这个相加就是他的结 就是结果一定是这个不同了 然后我们就是在透过这个find函数去保证他的这个in 所以我自己透过这个find函数再去保证他的这个injective 拥有位置 所以就变成这个巨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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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就变成说就是刚刚看到就是呃看一下 所以他变成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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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对于就是 MLP can provide 就是我們要假設這個 MLP這個就是把這個 Aggregation 的這個 那個就是 know embedding 做這個 mapping 然後得到一個新流 這個 one heart 的這個 的這個那個 output 然後就變成下一層的這個 嗯 input 嗯 然後這裡總是就是反這個 這個 GRN 之後就做起來就很像這個 就是可以看到就很像那個 我們剛剛的那個 WL kernel 的這個形式 這就是我們改成用這個 MLP 的方式去做這樣 然後一樣做了 做了這個這個 case 的話 我們就是我們的這個就是 他就會上我們的這個 GRN 就會去這個 總結這個 k-hop neighborhood 的這個結構 的資訊 然後他的這個 一些比較 有他那個 WL 他的這個 update target 因為他主要是替這個呃 這個 node 的上色嘛 所以他是這個用 node colors 來去這個 就他們更新標是這個 node color 然後這個 用來 update 方選是 hash function 然後那我們這裡 GRN 主要是要產出 這個 node embedding 所以說這個 update 然後我們用 update 方選是這個就是 GRN 的 這個 conclusion 那他比起 WR graph kernel 的一些優點 就是這個 node embedding 是這個我們可以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低微的這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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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我們用這個 one heart 表示的話 實際上我們通常只能就是我們只能表示說這個 就是 我們用顏色也就是 one heart 的表示這個不同節點的話 我們實際上只能就是得到說這兩個節點是不是同同同樣或是同同類型嗎 就是因為只有相等跟不相等因為你的這個 one heart factor 以為你不 你是基本上是沒辦法去就是判斷他的這個相似性啊 但是我們用這個 GRN 去產生一個這個 graph embedding 我們是有辦法去這個只要我們訓練的夠好的話 我們是可以用這個 embedding 來判斷說 哦這兩個節點是不是這個這兩個 node 是不是相近的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能是就是我們的這個 embedding 我們不一定是單純去 learn embedding 我們可能是做一些下游的任務 或是像是這個 node 的這個 classification 然後 然後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方選是就是固定了嗎 但是我們這個是根據我們的目標在跟這個就是就是說這個方選我們這個 WL kernel 的這個方選是固定的 但是我們實際上這個我們的這個 GRN 的這個 convolution 的參數是可以透過特定就是根據我們那個使用場景去 learn 他的這個參數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所以是要說他們這個 GN 還有這個 WL kernel 他們這個表示力是這個基本上是是一樣的 就是那如果兩個 graph 的結構可以就就透過這個 GN 去區分的話那他基本上也就能用 WL kernel 去區分那反過來是這樣的 那 WL kernel 在這個理論還有那個就是經驗上基本上已經展示出就是他基本上能夠辨認大多數的這個世界 世界那個真實世界的這個 graph 的這個價格結構 所以所以說那跟他同差不多是類似的這個居然 所以他是也所以居然就因為跟他差不多那個應該說跟他的這個就是做法很接近 所以說他的這個 所以他一樣有這個就是 WL kernel 能夠做到的是這個居然基本上也是能做到的嗎 然後 然後 以上 以上 對這就一些總結後面就覺得就 這個是在講這個就是不同這個對於這個 就是判別這個能力的不知這個就是他不同一鋪的這個 就是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Aggregation 的這個 嗯 他的這個判別能力啊 那所以簡單說他這裡是相相加這個是大於這個大於平均 然後再大大於這個馬克斯波林這樣 我們這個看起來會太重要 那對那是今天內容應該差不多到這邊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討論的 我沒有問題 那是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沒有 OK 那 那我們今天應該差不多到這邊 然後下禮拜記得是這個 應該就是這個collab 2 對 下禮拜是collab 2 那就大家這禮拜努力寫一下作業吧 那沒什麼問題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吧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個 وا myślę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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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ns aji 老師